長輩專注的進行手編的工作 仔細的將打包袋繞往正確的位置 這是福社區舉辦的PP打包袋研習班 長輩們各個是認真又專注的編織 彼此互相研究交流 希望做出最好的成品 我事先來做一些需求調查 經過多方面的調查 大家覺得說這個PP打包袋的編織課程 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今天來開這一門的課程 趁著這個社區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學習 多學習頭腦多應用 這樣子才不會退化 今天做的是手工藝 做起來又滿有興趣的 大家要很快樂 社區裡的關懷據點 一直以來是長輩聚會學習 叙舊聯誼的好去處 今年市府不斷在積極推動社區旗艦計畫 這一次五福社區就與四德本鄉北六六股 糾正六個社區共同推動社區大旗艦計畫 最近輪到五福社區舉辦能力培訓活動 社區選擇以實用難度又不高的PP打包袋 開設研習班 請老師來從基礎一步一步扎根的指導 看你要如果要拜拜可以用 要出去玩也可以啊 拜拜有拜拜的東西 男子有拜拜的男子 你要出去就有出去的高峰都有 看你要去邊什麼都有 回去自己做好了 那個那個孫子啊 還是兒子看女兒看到都很高興啊 說哇媽啊你來這麼厲害 你來要做這個 這樣啊 就越來越有興趣了啊 藉由集結不同社區的人才及想法 辦理各種豐富的活動 讓社區之間彼此交流學習 讓悟逢的社區發展更加活絡 社區也表示打包待機環保又實用 課程也受到長輩們的好評 接下來也將陸續開辦其他的課程 讓社區活動更加多元 記者傳召安台中採訪報導